我们要进隧道了 大家快躺下 我们小心 一会儿会突然变黑的话 别害怕 我们要在黑暗中打外星人了 我我联系一下 联系一下 呼叫总部 呼叫总部 我们要进入幽暗隧道 我们需要进入幽暗隧道 幽暗隧道 我们为了更好狙击外星人 现在外星人躲在暗处 我们在亮的地方 收到请回复 收到 我看到外星人没 我满了 我满了 满了 偷偷在这里打外星 怎么吐 你吐这么厉害 我困了 休息一下 泡手快休息一下 你容易被击中 休息一下 这么睡着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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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任务真的超难 超难的 对 其实也超出我自己的预期了 说实话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很没有底 刚才丹姐说很开心孩子能遇到我 我觉得我也很幸运能遇到这帮孩子 我们总会说小孩子一哭 别的小孩子都会跟着哭 但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一个妈妈哭 所有的妈妈也会哭 情感是更迷 所以我觉得我在他们身上也重新认识了我自己 所以我很开心能够和他们待在一块 然后还有就是 哄睡这件事情真的是超出我自己的预期了 因为我很担心 最大的难题我觉得第一是不只有一个孩子 对 因为不同的孩子你的精力就会分散 你可能在照顾这个孩子的时候 那边的情绪已经开始崩溃 崩溃 崩溃 当他爆发的时候你才发现过来 你再去哄他 这边就开始 就会可能四处起火的感觉 但我也非常开心就是孩子们给面子 我想到我小时候 有时候也不爱睡觉 尤其是睡中午觉的时候 有时候大人就会逼我睡中午觉 我就不睡 我就把被子照在头上 我就幻想我在飞船里 我在跟外星人战斗 然后我就熬过一个中午我就很开心 但有时候我也会自己累了 我就会睡着 累了我就睡着了 所以我给孩子们说的就是 今天大家都可以不用睡觉 因为这是我们一起参加的一次户外挑战 但是如果累了的小朋友 也可以选择自己躺在那里休息 然后其实一般的小孩子 真的到了晚上他就会累 他就会说小齐哥哥 我被怪兽击中了 我想躺着休息一会儿 我说可以躺一下 然后他每个人都很乖的入睡了 其实他们也是真的成长了很多 也真的是超出我的预料 所以才会那么顺利的 大家一起睡睡了一个晚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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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